軟硬體面 一直到我們現在設計師開始 使用這樣的軟硬體的open source 來做我們設計的時候 衍生出的一個概念就是open design open design可以把我們這個 就是幫助我們這個世界去變化成 什麼樣的體力也希望可以 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天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一個 國外的案例 接下來就是會先帶幾個國外案例 最後再從我們自己的案例去跟大家分享 這個案例是Wiki House Wiki House 是一個設計師 他從這個 他利用Google的Sketchup 這個回圖軟體 Sketchup 用這個open source 給大家使用的一個設計軟體 他希望透過這個Wiki House 在世界各地區把他的這個Wiki House 設計給模組化之後 全世界人都可以利用他的這個設計 很輕鬆的建造出像這樣的組合物 去幫助社會上一些比較弱勢或貧窮 或遇到災難的一些地方 那要怎麼樣使用這樣的Wiki House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有網路嘛 然後都有電腦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網路去下載這個Google的Sketchup 那它裡面已經 這個軟體裡面已經設計好很多的這個model 就是模組了 那你可以透過很簡單的方法 不一定要像設計師一樣去畫出你要的model 比如這個房子造型 你只要透過它簡單的一些就是模組 就可以拼出你要的這個房子的造型 那拼好之後呢 它會幫你排版好 成這個右邊這個CNC的這個機台 可以切消架工的方式 那你利用這樣的CNC機台就可以切出來 那再透過人工的組裝很簡單 因為它這個已經都把它模組化好 所以只要用簡單的卡結 或者是一些螺絲的搬裝方式 那就可以完成你一個Wiki House的第一個Power Typ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剛剛有了框架之後 你其實還可以再幫它加上這些就是 裡面的就是不管是外面的屋底、牆壁 或裡面的一些電源的供應 或是一些衛生設備 你其實就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就是空間 它可能是一個House 也可能是一個就是shorture 就是可以在災難的時候硬電的時候可以使用 所以Wiki House它為了就是這個世界代表性的改變 在Wiki House它現在推的比較推行廣泛的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就是南美洲一個里原的熱內 那另外一個是紐西蘭之前有比較大的地震 他們也是在那邊推行這樣的Wiki House作為一個組合物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他們在當地的這些民眾 他們可以透過這些House的方法去做他們 依據他們的需求去客製化他們的這些保護物 那同時因為這樣子可以產生一個就是維新的一個經驗引擎 原因透過這樣社群的力量把這個循環的存在系統建立起來 那Wiki House就是你可以看到表上面就是它處了一些基本簡單的單元 最後它是你可以改出像廠房或學校這樣的大的一些建築空間 那下方就是它透過這樣的計畫 它不只是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房屋的一個系統 它就是可以做出它的家具的系統 就可以透過Wiki House這種就是open design的方式去做一些設計 那這就是一些就是不同的type 它其實設計有各式各樣的type需要 大家很簡單的就可以在電腦的三個 就是剛剛講這個電腦合作軟體裡面很簡單的Sketchup 就可以去拼湊起來 在電腦上就像在組這個機密模型一樣 那把它組完之後呢 我們會透過這個旁邊的這個CNC的加工機台 那你可以看到這CNC叫我們來其實也是我們手 所以你只要有了這一台CNC 你也可以出去到下一台CNC 就像refront這個CNC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這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加工方法就是透過這樣的CNC機台去切削出這些線切出類的東西 那再透過這樣的人力服裝 最後就可以完成這樣的一個house 或是這樣的展場可以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就是比較漂亮的一個系統 那講完Wiki House 我想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你的layer chair 那你的layer chair其實也是透過這樣的相同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人他都可以設計出他自己客製化需求的家具 那很簡單的不用每個人都要會 就是要當設計師要不用學會這麼多的這些設計軟體的操作 他只要透過簡單的slider他就可以做出像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他使用的這個設計師呢 所以他使用的這個 這個設計師呢 他其實是這個高斯路德Fab Lab的一個主席的 那他目前也在全世界Fab Lab 去做一個巡迴的一些就是參觀參觀 那他透過這個rhinol的系統 就是rhinol的繪圖軟體裡面有一個 外掛叫做grasshopper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是大家用那個pure data 就是點點看的方式去洗這樣的程式 然後未來我們的設計師 其實為了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特製化他的自己的產品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利用像這樣的方法去做出一些 系統化把它整個包裝起來 讓每個人都可以很輕易的上手去調整他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剛調完這些slider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椅子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變化量 有高有暗有胖有瘦 所以每個人身高體重這些都不一樣 甚至是空間你想要擺在餐廳或想要擺在其他的 就是辦公室的話這個椅子的形態都會不一樣 那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設計出你想要的椅子 那這就是透過剛剛的軟體去分析運送完之後呢 他就會像規矩號子一樣幫你自動的排盤 所以全部的東西設計師都幫你處理好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調整出自己的設計 卻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學習這些前端的製作作業 那一樣也是透過這樣的CNC的加工方法去加工 那組裝的時候他其實很簡單 他其實用一些白膠甚至是組塊子這樣刷順 他就可以做出他的名字了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設計師他就設計出了 就是不同的款式的名字 雖然是微微的變化 因為這叫做參數式設計在這個這樣的使用方法 那簡單的透過調整參數 你其實就可以設計出不一樣的 可是卻有系列感相同的名字 那像這個是另外一個使用 不好意思 另外一個使用者他設計他可能是要設計一個 一個八台的凳子的時候 就可以把椅背這樣簡單的調整 他就可以設計出這樣一個 一個八台凳子 那這個案例會比較有趣的是 他是利用RGS3的領線去設計出這個椅子 那設計完之後呢 他就可以像是符合他的圓景 因為他真的就是在RGS3裡面的餐廳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餐廳裡面擺出這樣的領域 那其實透過簡單的Open Design的概念呢 就可以把你的設計散播到全世界的各個地方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有做 就是同步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就是他的椅子的一個Portype 所以透過這樣的CNC的加工 我們就可以做出剛剛看這樣的椅子 那你看到就是非常的台灣人想見 那接下來我們在介紹的這個是Nervous System 那他們是一對就是生物學家 加一個數學家的一個組合 那他們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跟剛剛一樣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設計師 你的產品都可以透過很簡單的方法去設計 不過剛剛我們的操作都不需要下載軟 不管是Sketchup或Ryno 而Sketchup這一類的 都是操作在你個人的電腦裡面 不過他們運用了一個比較 就是新的一個就是現在的一個趨勢 就是那個WebGL 那他們把他們的一些參數化的程式邏輯 全部都包在這個WebGL 所以你其實只要透過上他們的網站 那左邊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特質化的這些過程型 或這些簡單的slider去調整 那你就可以調整出你自己需要的這個戒指 所以每一個人他透過不一樣的就是調整的時候 每一個戒指他長相覺得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需求 或每一個人想要的造型都不一樣 那透過這樣的方法他要怎麼製作出來 其實你就是透過這個他們的網站去設計出 你自己想要的產品之後呢 他們會送到這個3DDLane的廠商上面 那他們產生的產品其實最終長相 就會是像是這樣子 非常的漂亮 因為他們透過3D printing的樣的技術 那他是用雷射燒劫去這個燒劫的醫療級的利用 那產生出來的作品其實就是可以很符合人體的這個配戴 所以在後來的時尚節非常喜歡運用他們的設計 去做一些就是時尚上面的搭配 那剛剛講到3D printing 所以就回過來我希望可以講 就是open design這樣的概念 其實在rip-read裡面其實也都存在很久 這個rip-read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3D printing這個open source的這個3D creature的這個project 那這張圖我是故意把它放翻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一開始的這個起點的時候 只有一台 第一台就是rip-read 那到最後它開始散驗 就是到上面這麼多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演化的過程 然後不只是演化 因為像這樣的open design其實是 我把我的設計放到網路上面 其他人他可以直接當頭下來去做你的設計以外 他還可以幫你的設計做修正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 或你可能當初設計的比較就是考慮不周全的時候 他們幫你做設計 其實你的設計就是一個有機的演化的過程 就像一個達爾文的進化輪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rip-read加工系統下面 就是產生出了各式各樣我們這邊擺的機台 就是比較知名不管是Future Bot 或者是這個Costell這種三軸式 還有甚至是像現在非常有名的這個Maker Bot 它其實最早期也是在這個rip-read的project裡面 最後才一直脫離出來變成一個品牌的 那有了這麼多的這些就是 系可能在講說open design方式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樣互相交流 就是第一次的設計 其實Maker Bot當中很聰明的 做了這個thinkiverse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在這樣的平台上面 除了可以就是很輕鬆的download下 你想要喜歡的設計以外 其實還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那分享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有不同的一些使用的需求 像剛剛我講到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再重新上傳你的設計 那不會去覆蓋到原作的設計 所以很多Bread玩家 或者甚至是Maker Bot這樣的玩家 他們就在這個上面去改裝他們的機器 透過這樣不斷的就是操作他們自己的一些裝置的設備 那發現他們不足的地方 或者他們想要改裝成不同的噴頭 或不同的設計的流程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這些裝置 那一體的改裝 直接就是透過這個thinkiverse系統 跟大家互相討論 然後互相去列印出來 那你的機型就會一直不斷的在進化 那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遵循這些前任的 就是關於open design的想法 然後我們即將在這個月的月底 會在這個國美館去舉辦一場這樣的一個workshop 那透過五館是open design 或是這些延伸式的設計 那最後透過3D Printure 把每一個人的設計給製造出來 那可以看的就是 我們透過剛剛簡單的一些參數設計 那我們就可以讓每一個來參加的學員 他們就是很輕鬆的設計出這種不同的pattern 那這個pattern 你可以講說這個workshop 然後我們把它稱作這個parametric bar 就是延伸式的一些騰斑 然後它是一種綁繩的設計 所以其實跟剛剛的那個resistant 他們的操作方法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的是 剛剛一樣就是用 椅子的那一套的軟體 就是rhino加上gresshopper 那我們把它都寫好這樣的程式之後 讓學員們很輕鬆的可以調整他們的slider 去產生各式各樣不一樣的pattern 那其實在這樣的程式 未來的設計師在這樣的操作裡 其實還是有需要非常多的這個coding的能力 那我們參加學他們可能一步 不會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就是包裝起來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讓每一個學員都可以 體驗到未來的設計方式 所以我們最後組出來的這個大的 就是每一個人他會產生出各自的不同的作品的時候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產生大量的不同的一個 我們在探討是一個大量客製化的概念 透過PGP去把它生成出來 那我們再把它組裝起來之後 就可以產生一個像這樣大型的一個裝置秘書 那在這個組裝的之前 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這樣的軟體去模擬出 它的可能會來產生的效果 因為我們使用的材料是一些比較軟性的材料 那透過這樣它就會有一些垂垂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去模擬 那最後的話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不斷的一些 就是操作跟練習去產生出像這樣一個 就是像海洋一樣的藤蔓 那我在這邊我其實可以就是 因為大家看的話可能不太了解說 我剛剛提到這些軟體它們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簡單操作一下這個軟體的使用模式 就是這個軟體叫做 目前這個軟體叫做Ryno 那這邊的這個軟體叫做Grass Harbor 它其實是這個它的 Grass Harbor是軟體的外貨 那我們其實會做出這麼多 就是影響給我解它的譬如方式去 點點看去寫出這樣的程式 那我們會給使用者使用的呢 其實就是像這樣的slider 它其實透過這樣的slider的變化 就可以操作出 每一個人都可以操作出不一樣的一個設計的 patter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或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很輕鬆的做出這樣的改變 那我們為什麼要探討這樣的一個流程 其實我們只是把這個pattern當作是一個物件 那透過這樣的物件你其實可以想像 從未來每一個人想要利用就是不管是3D printing 或其他剛剛提到這些CNC的技術 在進行彌制各自的客製化設計的時候呢 有這些物件其實它可以像是一個杯子 或像剛剛我提到的第一支棒子 那每一個人只要透過這樣的調整slider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自己喜歡的設計 那最後再把它輸出出來 成為一個實體的模型的時候 那你在利用3D printer去把它print出來 那它就會是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大量客製化的概念 因為未來的使用者他不會是 只是就是買一個單一的物件而已 未來大家其實可以在網路上 就像Nervous System他們提供這個webGL的這個系統一樣 你在網路上你就可以去客製化你自己想要的一些 我認為是產品 那透過這樣的產品你其實就可以 你只是透過網路的互相的連結去客製化完之後 你買到的只是一個檔案 而不是一個實體的模型 因為未來在這些設計要怎麼樣去普及 其實就要透過3D printer這樣 這樣的一些像網路的界點一樣 就是以前網路沒有那麼多的接口 這時候它其實沒有辦法連成一張網 那現在3D printing大家都很期待它 可是卻很質疑說為什麼就是它產生出來的效能還不夠大 所以其實在我的想法也是 因為它未來會成為一個比較是實體輸出的網路 那只要有越多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跟這樣的實體輸出網路的界點產生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網路直接去設計你的東西 那最後透過這樣不斷 你可能在你周遭就有3D printer 那你就可以輸出出來你自己想要的作品 那剛剛可以看到就是 剛剛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這些 不管是CNC的加工機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3D printer方法 它們其實都是based在這個所謂的flap lab下面 那台灣其實現在台北就有一個flap lab 那其實大家如果想要體驗到這樣的一個過程的話 其實不一定是在就是台中 我們這個月底的Warshock可以體驗到 其實在台北的這個flap lab 你們也可以去體驗不管是這樣的open design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操作工具的時候 只可以變成就是它在未來 你們可以提前體驗到說 在未來每一個人的家裡 或每一個人的家裡的附近都有這樣的商店 那你們就可以透過這些 大家把設計上傳到網路上的這個過程去下載下來 然後最後變成一個實體這樣的體驗 那這是我今天跟大家的真相 謝謝 謝謝開運的分享 那不知道有沒有聽眾有什麼問題可以做一個詢問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就是可能在場的可能對分隊是那麼熟悉 是不是可以請你稍微分析 目前對分隊的觀察 好 就是大家都會比較常聽到的是那個 Maker Space 那Haker Space之後 現在就是大家開始轉到就是需要用這些實體的機器 不管是3D printer 或是Laser Crouch 像ZNC這一類的機器 他們拍出電影叫做Maker Space 那其實這樣的概念 它其實最早其實都是由一個Fab Lab出來 那Fab Lab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組織 它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數位的機器 對 數位子加工機器 那讓每一個 不管是設計師 或每一個使用者 他能夠幫他自己一個人 存在在電腦裡面的圖檔或設計圖檔 或者是一些資訊的檔案轉成 轉成這些機器可以操作的一些檔案之後 那透過這樣的加工機器 把你的一些想法去實體製造出來 這就是Fab Lab他們當初成立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全世界其實有非常多的Fab Lab 在世界各地各個城市裡面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未來機器是真的會取代我們的人力的 那我們的價值其實就在於我們的創意 那透過這樣的一些Fab Lab 不管是Fab Lab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Maker Space 你其實就可以把你原本就是 可能你要跑到工廠 或你要跟很多很多人溝通協調的一個過程 縮減到一些在一個Fab Lab裡面 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做出一個Protite 像Kickstarter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專案計畫 也都是透過這樣的空間去實現出來 就是未來在Fab Lab 在世界各地開始散業 不管是對於設計面 或者是其他的工程面 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的地方 那不知道聽到還有什麼 什麼疑問可以 舉手發問沒有關係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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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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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der已經是一個非常直覺的使用方式 旁邊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旁邊其實就是一個即時的圖像 所以你在調整這個slider的時候 它就會即時產生出一些變化 所以你可以很直覺的去了解到說 你設計出來產品是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之後 像我們未來會把這樣的一個軟體去包裝起來 變成是只有露出簡單的這些slider 那每個slider上面會標示出它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更直覺的去設計出你想要的這個產品 那不知道還有觀眾想要再發問 或是有其他疑問 或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實作3D printer 或是說有利用有3D printer的經驗 然後遇到有沒有什麼困難 也許可以再趁這個機會 趕快跟開語詢問這樣子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可以嗎 好 對像剛剛有提到CNC還有CNC的print 那像除了使用Ryno跟BrassHop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工具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或者說我要送一個檔案給CNC 機器去切割列印的時候 我需要注意到什麼事情嗎 格式上啊 或者是說 依照你做那麼多設計的經驗的話 你特別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所有的繪圖軟體 它都可以轉換這些機器可以讀的檔案 那像CNC的話 他們讀的檔案其實就是這個也是G code 那3D printer裡面也是有G code 不過你3D printer裡面你的檔案是實體的3D的造型 所以你通常會先把它轉成一個叫做STL的檔案 然後再轉 再透過就是切片的軟體去把它轉成3D printer 可以這個噴頭移動的路徑也是叫做G code 那最後就是設計 就是製造出你的產品 那在操作這些機器上面 我認為其實一開始就是 你會不了解 不夠了解這些機器 所以你通常設計出來的東西 或者製作出來的東西 都會比較呆反一點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會開始結束到就是rebrand 然後改裝這些rebrand去達成就是這些機器 如果會足夠了解到這樣的機器跟它的能力 那不夠了解 這個機器如果有它的限制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去改裝它 讓它達成你想要的目的 這就是不管是rebrand 或我剛剛講這個open design概念 因為你可以自然的去跟大家去討論分享 那透過這樣的open design 這樣的過程或想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出更多 你可能想要開發出來的功能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跟你的機器去 它的這些機器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你的幫手或你的衍生一樣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樣的機器去 去做出你想要的加工的方式 你看看 開口 天啊 那天啊 錢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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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啊 天啊